韩国A频道18号援引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调查显示 麻辣烫和黑糖奶茶成为2019年韩国民众最喜爱的美食 但卫生和健康问题随之而来 报道称麻辣烫从2017年开始封面韩国 但是卫生部门检查以后发现约六分之一的商家卫生不达标 黑糖奶茶也因高糖高添加剂可能引发健康问题 专家提醒民众注意食量